嘿嘿嘿 把那幾個偽經破賣給他 看他那傻樣 多半是分不清真假 更何況 就算知道又怎麼樣呢 嗯 他如果舉報 我們就說他自己保存不當 把經破能量給卸了 小鴻兄弟 嗯 老闆來了 你要的經破 哎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鑽卡 不需要密碼 拿到獵者聯盟就可以直接取錢 我得先拿去驗驗 萬一是張空卡呢 大家坐 等等 什麼 經破不對 什麼不對啊 是你自己沒看好 讓經破跑掉了 你這不是不打四招嗎 喂 把錢還給我 什麼錢 我可沒拿你的錢 哦 原來是家黑店呢 是又怎麼了 真未經破都分辨不了 還出來闖的 這九百萬就當作學費了 既然這樣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想動手 大牛 小子來鬧事兒 把他給我扔出去 一個終結 三個初級 知道怕了就吃香點 趕緊滾 這話應該我來說 戰將級妖魔 我殺了不下十隻 奴仆級更是以三位數級 你們四個我會放在眼裡 呦 年齡不大口氣不小 知道戰將級是什麼概念嗎 大哥別認真小的廢話 哥兒子上 讓你見識一下中階星圖的威力 嗯 你太慢了 瘋盤龍捲 你太慢了 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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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您是 吴法師 嗯 你们自己搞出来的 打死也不能把我供出来 不然 不敢不敢 哦 对了 告诉我 上哪能买到真金破 怎么死了这么多西路巨药 蒸地盘厮杀呗 快走吧 等拿下了流爪 就发财了 白痴 叫你别说出来 那可是极贫吐息灵种 让别人知道了 会坏大事 我们就在此分手吧 好啊 放心 我对你们的灵种不感兴趣 凭杀狐如果真的是诞生了新的通灵级生物 那就难办了 体能怎么下降得这么快 麻烦了 麻烦了 不赶快离开这个 这鬼地方怎么会有女人呢 你是 你是 糟了 忘了帮她穿裤子 裤子干了 干了 我是为了帮你解毒才脱了你的裤子啊 别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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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会 什么东西啊 野人 呃 差不多吧 在这里待了有阵子了 谢谢你救了我 唉 小事儿 唉 你也是冲着什么灵种来的 不 是来调查一件事 这个山谷很不寻常 糟糕 糟糕 呃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呃 不能 我没时间 做你这种生活 还有什么可忙的 呃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但我这是件人命关天的事 有一支猎法师队伍 跟我一起进山的 得尽快找到他们 阻止他们继续深入 呃 唉 我真是 就插在那里立个警示牌了 山谷中心的那个东西 本来已经受伤了 结果一对接一对的法师 去送温暖 拉都拉不住 那东西 你是说这里的统领五桥巨蜥受伤了 你怎么知道 唉 这个案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们去除掉五桥巨蜥 怎么样 我确实在想办法解决它 可光凭我俩是搞不定的 所以说我们尽快找到那支猎人队 然后大伙一起行动 我需要一个速度很快的帮手 他们行吗 人多总归力量大 试试吧 但有言在先啊 事成之后五桥巨蜥的尸体归我 成江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名字 我就范墨 哼 好 记住 待会要使出吃哪劲轰开岩层啊 不然我个猴子就玩完了 我 心许会把那两只怪物给轰下来 原来你也挺幽默的嘛 幻性毒虫 将它引到指定地点 等黎曼轰开岩层 甚至需要我离开 肯定能顺利完成 不会有问题的 猴子 别啰嗦了 范哥 嗨 你们卫法师的通讯器果然先进好 在野外都有信号 当然 这可是使用魔法师自己的魔能驱动的 所以你随时都能联系上我 而且我给你的果实是有解毒功效的 吃了它 就不用惧怕毒虫的毒素了 猴子 你放心 我会确保你万无一事 嗯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去把那只小毒虫也叫醒 好 快来啊小虫虫 别逼我用中阶魔法 范哥 有动静了 好 这毒虫性子很暴躁 有人打扰它清修 就一定会将其追杀到天涯海角 所以等它出现 你只用拼命跑就行了 你怎么知道 这 这叫小毒虫啊 它出现了吧 是无辜 是一只巨型泥沼无辜啊 那你还不快跑 哦 风鬼 逼多 还能撑住吗 我交点了两头风鬼 已经是风驰电车的速度了 你 你 你别一心想着跑啊 还得保证独找前功能跟得上啊 哦 对啊 怎么回事啊 巨型蜘蛛下半身的腿全部断掉了 哦 难道他受了重伤 速度提不起来 嘿 风哥果然不起我 这是你弄的吧 哦 呃 忘了跟你说了 我跟你吃的那个解毒果实 其实是这只巨型蜘蛛铲的卵 它应该会嗅到你传出的气味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放弃追你 嗯 鬼啊 不担心才有鬼的 嗯 糟糕 前面没有落地了 阵空老大说的果然没错 风系魔法有了铝魔具加成 就可以踏浪而行了 凡哥 我到了 我的妈呀 你确实是吗 快点把毒虫引过来 好 凡哥 你确定他们会打起来吗 只要我们躲好 他俩一定会打起来 因为我把砍下来的蜈蚣腿 我也会给巨蜥吃了 嗯 凡哥 你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呀 林曼 快轰开湖底的烟层 网络曼章 可恶 可恶 怎么回事 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岩层 没有理由这么坚固啊 我用高界魔法都撼动不了 姐 你别坑我们呀 我知道了 是吐息灵状了 那个吐息灵状流着 还就在这片岩石层 你先分个毛线哪 管他灵状不灵状 有几千万法护开他 分 分 分哥 怎么办哪 看来只能这样了 恶无法的力量 没使用一次 就能抵挡死死的灵魂凡事 之前所做的灵魂守护又白费了 阿 巴 如果 snaps 啊 员 啊 你爱死我 水鱼 疼啊 上次那边考试 考得怎么样啊 好好好 还行吧 锁桥这么不稳 就别去湖中停了 没关系 那里安静 我想自己待会儿 我帮你吧 不用 快看 是冰公子柳依林哎 人长得帅 对冰元素的掌控 还这么随心一手 不愧是我们 送成学府的放映人物 我努力修炼 考生知名学府 就是为了遇到 这样的男人呀 可他又跑到 那个女的身边去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连路都 走不了的女人 有什么好的 无非就是同情他罢了 最讨厌这种装得 楚楚可怜的人了 我推你过去吧 抱歉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欲擒故纵 好准断 人家是真的对冰公子不感兴趣了 没准他早就有心上人了 那又有什么用啊 和他在一起逛可街道费劲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们只是有什么说什么 不像某些人搅柔躁动 学长 你可别被他的外表骗了 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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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新夏 去是你们能欺负的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把本小姐踹到水里 是大小姐呀 我还以为哪儿来的三个水怪呢 让她知道 我们梨花三姐妹可不是好惹的 就凭你们 谁长 小城大戒 记住 以后说话别这么刻薄 这雷音的力道简直了 有本事报上名来 我陈云七 一定要你好看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明珠学府 沈明孝 莫凡哥哥 好 你给我等着 怎么的女人这么粗鲁 这男的真是毫无风土 莫凡哥哥 莫凡哥哥 我回来了 识下 傻丫头哭什么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记不记得 很早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故事 是 谁说的 别跑啊 不要这火 别跑 不要 别跑 哈哈 太 blij了 不怕 大公寺 你 没过多久 王子就拥有了塞满城堡的珍珠 王王又把小公主 嫁给了一个农夫 但是过了很久 他们还是过着穷日子 王王问农夫 我都把心爱的公主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是过得这么苦啊 随后国王想了想说 哦 我明白了 农夫也许是 不舍得让小女儿流一滴眼泪 其实 这个故事的结尾 当时我没告诉你 农夫憋了半天 他说 国王 您看您又忘了 他呀 是瞎了后才看上我的 莫凡哥哥 你真是坏透了 心下 这位就是你提到过的哥哥吗 大哥好 我叫柳依林 初次见面 谁 谁是你大哥 别在这儿舔着脸瞎盘关系啊 你 你不是心下的哥哥吗 当然 不止 我们啥关系也用得着告诉你吗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我警告你 你不要因为心下生性柔弱 就欺负他 有我柳依林在 就不允许你胡作非为 刚才那几个女的 在那里浇蛇根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这么大意凛然 是担心破坏了自己 万人迷的形象吧 识相得赶紧滚 否则我打得你一个人都迷不到 大言不惭 你也不打听打听 在这宋城学府里 我柳依林的名号 连兵公子柳依林都干扰 这小子真不自料理 他不是咱们学校的吗 铁定不是 那个叫心下的治愈器法师 之前有很多追求者 但是兵公子警告过他的 不许出现在心下身边 这愣不清谁也不知道 这一下会去哭了 秦军 啤力 叶叉 石盾 可恶 可恶 林公子被那小子打败了 而且 只要了一招 哪里冒出来的妖孽啊 可恶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否则 见一次虐你一次 行业老师 我们去湖心岛做什么 待会儿上岛之后 你先别说话 跟着我就睡了 就算是 这里不许外人进来 大师 这是我学生 不算外人 可是 没有许可证是不能放行的 让开 有什么事我负责 是 我一直以为这里是个旅游景点呢 原来这么神秘啊 有意思 整座岛好像一个禁止的标志啊 怪不得是禁区 不也很像一条盘蛇吗 大生 把钥匙给我 今天我在这里守着就好了 唐月啊 最好还是不要带不相干的人进去 我心里有数 这里没你的事了 回去吧 老师 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跟往常不一样啊 是吗 可能是因为只有在这里 我才会感觉到难得的轻松吧 这里的一砖一瓦可都年代久远了 包括这些壁画也是先祖留下来的 原来你们村落石被一条蟒蛇圈住了 天哪 这得多长一条啊 这就是妖兽不敢靠近的原因 这真是守护神 妖魔竟然守护人类 真是闻所未闻 你应该知道图腾吧 图腾 听说过 早期一些人类部族拥有自己的旗帜 旗帜上画着图腾守护兽 你是说那条大蛇是图腾守护兽 是的 这些图腾生物并非是真正的妖魔 也不是召唤生物 而就是一群很特殊的存在 对人类没有杀戮之心 反而愿意共存 甚至是守护 我一直以为图腾兽不过是一个传说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们的存在啊 那是由于考虑到如今 很多魔法组织都惧怕图腾兽过于强大的力量 不少强威组织对它们持反对态度 所以将它们禁锢封存 虽然它们依旧在守护着城市 但人类很难接受这种远古生物的存在 只有少数人在世世代代守护着它们 同时防止它们与人类社会接触 这些人就是图腾守护者 唐原老师 难道你也是图腾守护者 我的族人都是 那既然你说很多魔法组织都反对图腾兽 那审判会呢 你怎么能既是图腾守护者又是审判员呢 这并不矛盾 审判会中有人反对图腾兽 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立场 守护者与反对派互相制衡妥协之后达成协议 自然就不会有冲突 审判长还与我同族呢 唐原老师果然有背景 那话说回来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博城执教啊 因为博城可能也隐匿着一群 跟我们一样的图腾守护者 这样看来黑教廷引发博城灾难 是有很复杂的目的的 只可惜我不再负责此事的追查 你们这个守护神还有小宝宝啊 这个小宝宝正是你那晚看到的摩天玄蛇 我去小宝宝都这么大了 那这博城的大家伙得多大呀 关于那条上古神蛇我也一无所知 从我记事起就是那条小的摩天玄蛇 在守护村落 如今也正是他在守护着宋城 怪不得那晚他既没有破坏城市 也没有伤害人类 而审判会也是因为知道其中原有 所以才掩盖了真相 嗯 没错 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里 还引发了那么大的恐慌 这件事我们也很苦恼 玄蛇每十年会退一次皮 而现在正值他的退皮气 这个时候他会变得异常躁动 但问题是 数百年间他从未擅自进入人的领域 除非这座城市出现了让他感觉到极不安的威胁 当时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样了吗 我感觉他在盯着我 你确定吗 也 也不是很确定了 他眼睛那么大 那栋楼的人估计都觉得自己被大蛇盯着看了 你怎么了 他是不是就在这里 他就在这儿 数十年来 大家会一直沉睡在三塔封印里 但是从前段时间开始 封印之壁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固了 之前你深陷黑教廷的危险 而我却无暇去明珠学府找你 正是为了处理封印的事 我有一种感觉 他在召唤我 绝不可能 我得承认大家伙是有危险的 他拥有恐惧之铜 能在其他生物心里埋下恐惧的种子 令对方在恐惧中屈服 可是他绝不会轻易使用 我开玩笑呢 这个世界上除了唐岳老师 哪儿还会有妖魔鬼怪 让我彻夜难眠呢 有嘴话舍 好了 我对你已经置物不言 现在该轮到你帮我个忙了 你可是老师 回答学生的疑问不是你的职责吗 怎么还有条件 现在知道说我是你老师了 别废话 听好了 退脾气的选蛇是非常虚弱的 一些对他积怨已身的天敌 和图摸不轨之人 可能会借机下手 甚至我怀疑 族内有人与外勾结 所以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局外人 帮我守护他 我就是那个局外人呗 不管族内还是外部 对你都一无所知 再加上你够机灵 身手又不错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你 一旦我这里有什么不测 你就是玄蛇最后的希望了 我算是明白了 从一开始就是在给我下套呢 我这是上了条贼船呢 别忘了 你可一直都欠我一个人情哦 我还救过你命呢 你也占了我不少便宜 让我考虑考虑 好吧 我不强人所难 你真的很在意他 看来咱们的玄蛇是难逃此劫了 没想到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 他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 现在该怎么办 情况虽然严峻 但也不急于一时 他祝蒙哪里是玄蛇的对手 罗长老你有所不知啊 他现在正处在退皮期 实力已经大幅度下降 这就麻烦了 这个祝蒙也太会挑时候了 我们怀疑族里有内鬼 唐月 你今晚就带玄蛇离开这里 好 我来负责保护唐月 不行 褪脾气的玄蛇很敏感 除了唐月 其他高阶法师都会引起他的敌意 这位小兄弟不是高阶法师 跟在玄蛇身边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外人 何况 祝蒙手底下的宫廷侍卫 各个都是高手 他一个终结法师 如何应对 不 这位小兄弟 没准还能帮上大忙 唐月老师 那个罗敏 怎么好像对玄蛇一无所知啊 他很少过问玄蛇的事 也不负责玄蛇的看护 再者说 具体的情况越少人知道 越安全 这是图腾珠 是可以纳入图腾生物的 特殊空间器皿 我们可以利用此物带走玄蛇 图腾珠里注入了 能维持玄蛇生命的能量 可是 一旦能量消耗完 它在里面就无法存活 所以 一定要在此之前 将大家伙释放出来 你对我说干吗 主门很快就会发现 玄蛇被转移了 稍一调查 他们就会知道 此事与我有关 这一路 我需要低调行动 到时候有事 就得靠你了 大家伙 外面出了点问题 我必须立刻带你离开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听见我听见我说什么 是什么 你听见我听见我听呢 我应该转移开 这20分钟 我听见我听见他 听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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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你 大家伙乖 我要带你上白山 你得在那里度过褪脾气 等这边的事情解决了 我再接你回家 这是我学生莫凡 一个不听话的坏学生 她好像记得你呢 姐 姑奶奶 咱们赶紧办正事吧 姐 姑奶奶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感谢观看 还真能装进去 别闹 用不了多久 主谋就会追查到这里 我们得尽快离开 私奔跑路 我想想还真是刺激 喂 星夏 哥哥肯定要离开一小段时间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好 你路上小心 你那边怎么弄吵 我在医务室帮忙 好多学员得了种奇怪的病 而且这玉玺的魔法 似乎对这个病起不到什么作用 哦 是吗 那你自己也得小心啊 你也是 怪兵 再快点儿 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小心 又是植物血 这片草林 非常有利于植物系法师施展 看来那家伙 只想拖住我们 不会陷身 极星狼 我把这片草给烧了 不行 火焰也会暴露我们的 怎么不能一直躲下去啊 我的极星狼还绑着呢 方便 小心 对你用得很娴熟吗 有办法了 我焚化出两个残影 干扰对方的视线 你趁机把那个人揪出来 好 下手别太重 我有分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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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美女 在这里喝西北风呢 啊 谁 叫我莫凡哥哥好了 讨厌 哼 无耻之徒 你的招数也算不上正人君子哦 有缘再见了 啊 她受伤了我们得自己走了 那小妞下手真狠 能成为间隙审判员的都是各种翘楚 一切无轻敌 哦 辛苦你了 先回去休息吧 你的大家伙不会睡着了吧 有翅膀的法师级别不低啊 她怎么没察觉 不 是一名拥有一模具的间隙审判员而已 间隙的就能用这么昂贵的一模具 这家底是有多厚啊 那只是风雨雀 进阶期了 惠妃的召唤兽已经很寒贱了 竟然还是进阶期 莫凡 有一些高阶魔法 我还只能通过星图之书来释放 所以我估计自己没办法解决三个人 带一模具的家伙就交给你了 行 我最看不惯这种土豪 好 吴大人 我们发现了目标 请速速支援 很好 缠住他们 一定别让他们跑进白山 是 大哥 现在怎么办 目标就是这对男女 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进山 直接抓了他们 不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吗 东方平 决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 我下手可没轻重 小心点 他是东方明 东方世家 最出色的年轻火法师 又遇到东方世家了 我的梅言 还是脱了他们家的福 藤岳老师 我的客人先下来了 那我就先招待了 怎么 不意起上 糊了 知道怕了 算你们十下 束手就擒吧 唉 我一个人解决你 十五分钟就够 不是 所以你升起来的天赋 就是魔法的激素释放 你是不可能快过我的 咦 大哥 东方明好像占你去上风了 怕是在一打二嘛 看不清他 看来不难对付 我们也下去吧 不然功劳全被东方明 一个人抢走了 走 来吧 来吧 为什么是青色的火焰 我知道了 是引燃类灵机火种 威力果然强大 看来是没办法遁影了 什么 我在你这儿 我兄长的死 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 唉 别睡口喷人啊 这事儿还真来不着我 哼 刚才不过是热身 现在才是动真格的 受死吧 哼 怕的就是你不动真格 浪费我的时间 火滋 哼 小小的初级也想伤我 太天真了 究竟是谁天真 什么 不可能 这不是初级的伙子 你是第一个要品尝到我四级伙子的人 你四级初级魔法 强化初级魔法 有种大量的精魄 将死云浪费在这样的鸡肋上 真是蠢猜 你瞧你下的楷模具都上身了 但是有没炎价值就不一样了 翻了整整五倍 相当于半个中级魔法的效果 不说 还不死心吗 哼 课金玩家 刚才你是用些歪门邪道压制住了我的进攻 终究不会是我的对手 你觉得我不能把你打下来是吗 千军 霹霊 夜叉 雷 雷夕 不是只有你拥有特殊天赋 可 可恶 搞定 好像还没有十五分钟吧 我 我知道你是 你是谁了 天生双戏的还能有谁 糟了 把唐月老师忘记了 你自己待着吧 我先去把你俩同伙收拾了 莫凡 你给我等着 莫凡 你给我等着 听吧 我会控制好兵所得力的 大哥 我们的晋升指日可待了呀 刘依林 上次我对你下手太轻了是吧 竟然又打我的人的主意 你 你看 我对见承诺了 见你一次 揍你一次 唉 别觉得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屈辱 只要你敢来找我报仇 你就会知道 这次真的不算什么 莫凡 地搏挪移 挺不错的 我要你的命 猎拳 九宫 啊 哇 三级猎拳 什么 莫凡 你 你不愧呀 啊 啊 这次我手下留情 记住了 以后别什么活都尽 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能门 没事吧 嗯 我们快走 示威就快要到了 嗯 没事了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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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走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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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吗 这个是神蛇的血液 我这就前往研究室 多久能出结果 今天晚上一定 来人 先把他们俩关押起来 叔叔 我跟他们去 走 不好了 西奥赛涌入大群白魔鹰 助手的卫法师防御不及 已经损失惨重 现在已有大批白魔鹰 突破西奥赛 朝宋城飞来了 怎么会这样 白魔鹰向来是不活跃的 这次 怎么会毫无征召的西城 情况紧急 请医员立刻召开会议 协助这次突袭吧 好 我立刻下达指令 祸不担心啊 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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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岭那片白魔鹰的栖息地 长久以来是飞行禁局 白魔鹰性情暴烈 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往往集体出战 所以战斗力极强 虽然他们是宋城西面最大的隐患 但是以往只要不触犯到他们的领地 也都很安分的 谁知这群白魔鹰竟然趁火打劫 冤枫思维 我们怕是守不住了 天鹰呢 同位 糟了糟了 天鹰因为产生了畏惧之心 现在全部都不停掉遣 什么 天武号令 起飞 起飞 起飞啊你 他们在惧怕什么 天鹰和白魔鹰同属于鹰妖一族 他们虽然被驯化 但骨子里留着的还是鹰妖血液 白魔鹰族发出的威胁之一 使他们产生了畏惧 从而放弃抵抗 这群部中用的东西 还有最坏的结果 是什么 有话快说 怎么回事 我的天鹰不停滴零了 我的天是 怎么回事 给我安静啊 还是不行 叛变 他们要叛变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坏的结果 是出现一只君主级的鹰族 天鹰一旦感受到君主的可怕气场 就一定会发生叛变了 现在这就是叛变的前兆啊 君 君主节 为防止天鹰叛变 得立刻将他们统统杀了 只能这样 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想要要再被彻底摧毁吗 杀 快给我杀 你喜欢听这个啊 这可不是谁都会的 以后只要一听见树叶在歌唱 那就是我在叫你 那就是我在叫你 你喜欢听这个啊 好 既然你这么捧场 那我就给你演奏一圈 那我就给你演奏一圈 你喜欢听这个啊 糟了 出事了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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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张小红 你乱跑什么 赶紧躲到妖塞里面去 当心被白魔鹰叼走吃了 果然白魔鹰戏成了 灰 快点 到妖塞里去 等等 你可以进去 这个杂种不行 同卫刚刚下令了 魏法师必须立即宰杀 自己的天鹰 你一个不留 你说什么 西嶺出现君主级魔影 天鹰很有可能因此叛变 你还愣着做什么 我如果不呢 能处救她的时候你成英雄 如今呢 你不要顾全大局了吗 她要是叛变了 你怎么跟明仲交代 就她这毫无战斗力的样子 不死在你手里 也将死在其他魏法师手里 你想想清楚 不动手 那我亲自来 快走吧 张小猴你竟敢违抗命令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走啊 好 你有种 等着被处置吧 谁能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 玄蛇的事情已经够糟心了 结果白魔鹰竟然还大举吸尘 陆先生 药剂研制出来了吗 通过玄蛇的血研制出的药剂 只能控制病情 不能根治 我们可能需要玄蛇的胆汁 或者更多的东西 那就命唐玥再去白山一趟 取些胆汁回来吧 事实证明妖蛇就是罪魁祸首 你却到现在还想着保他的命 带唐玥进来 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守护之心 可现在宋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白魔鹰军团的袭击 将会是一场恶战 假如我们还不尽快解决玄蛇的问题 内忧外欢同时发生 整个宋城墙尸横遍野呀 恳求你 现在就去换回玄蛇 我向你保证 只要他回来配合研究 我就绝不杀他 莫凡被关在哪里 应远湖的湖心岛 好 去应远湖边 我换圈射回来 天都黑了 进去 猴子 凡 凡 凡哥 你怎么来这儿呢 说好在宋城相见 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相见啊 你小子是因为什么事被关进来的 说来话长 为了一只无辜的天鹰 哦 对了 凡哥 你知道吗 白魔鹰即将大面积袭击纵成 白魔鹰 温病还不知道解决没有 怎么又冒出个白魔鹰 温病 温病又是怎么回事啊 来 虎童有消息 嗯 黎天审判长 您来了 刚听说这边的情况 就马上从明珠市赶过来了 真的要把玄蛇召回来吗 还是三思比较好啊 也是没有办法了 他来了 怎么了 我好像又感知到玄蛇在叫我 说他回来了 不可能啊 他还没完成对皮 为什么就回来了 难道唐玉老师出事了 凡哥 你没事吧 我现在得出去 猴子 来 带你一起 不行 我之前是迫不得已 这次不能再明知故犯了 再怎么说 我现在也是一位法师 你说得对 那猴子 我先走了 嗯 凡事小心 山影戏魔法 太厉害了 凡哥 猴子 我先走一步了 嗯 我应该也关不了几天 如果要我帮忙的 就去西奥塞找我 好 他之前就是这样啊 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闹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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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突然消失 莫凡 他回来了 那家伙 他还没有完成褪皮 正处于虚弱状态 斩杀妖蛇 走 什么 是 快点 走 快 跟上 打下玄蛇绝不能让他脱身 你们要做什么 唐月啊 你做得很好 接下去屠蛇之命就交给我了 光明一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义灭亲 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不妥的 可以上告魔法宫廷 现在这个时候 我劝你们不要插手 今日便是这瘟神的死期 看谁敢 人手已经被惹怒失去理智了 大家不能轻举妄动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骗我 来起雷戒之法大战 这么多高级法师 新宫 原来这就是超级魔法建筑的新宫 新宫 原来这就是超级魔法建筑的新宫 新宫 很快 快点 这是什么 你别在大手啊 这是什么啊 这是 是 是雷系的超界魔法 用魔法大阵开启的话 其威力 足以镇住君主及生物 雷铭和竹猫 这是早有准备了 就是要致摩天玄蛇于死地 好恐怖的雷电 就像是神明降到人间的惩罚 我这不是在多噩梦吧 是从新出现在闹市里的那条巨蟒 快停下 瞧你们快停下 市民们 你们现在所见的 就是之前出现在闹市中的夭折 它同时也是这次温病的根源 长久以来 它一直密密地 栖息在映月湖之中 今晚只要你们支持 我助盟就代表魔法宫廷和审判会 将它诛杀此地 永绝后患 来 咱来咱来咱们 咱来咱们 杀了她 你杀了她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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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她 杀了她 你你同多祸 这些东西 咱不可以积析在城市里呀 快杀了她 是不是啊 她中文神 将别祸害 就是因为她 不是的 她不是文神 她一直在守护这个城市 杀了他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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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是你站出来的时候 别以冲动 反而将事态激化 对不起 要不是因为我 你是不会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回来的 你一定早就知道有陷阱 却还是为了我一无反顾地回来 所以我被弯压的时候 玄蛇确实是向我发出预警了 是我害了你 小心 不再强行冲出来 这 这是怎样的毅力 快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不 他不需要逃 你为什么不跑 你快跑啊 别说妖魔了 就算是人类 在这样的折磨下也早就失去理智了 一定会血腥打发 打开杀戒的 结果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只为了安慰唐玉老师 你相信文禀是玄蛇带来的吗 我们信不信没用 大重要的是证据 就趁现在 解除雷戒之阵 斩杀妖蛇 医院大人 西奥塞请求支援 白墨英中出现君主级生物 我们的空中战斗力不足了 已经调遣了附近所有的高界法师 依旧不能完全阻挡住 白墨英的入侵 再无支援的话 白墨英很快就会突破防线 事态如此严重 事不宜迟 众议员还是即刻赶往前线吧 祝蒙议员 还是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吧 机不可施啊 万一让玄蛇跑了 玄蛇耐力惊人 体力一时半会儿是耗不尽的 雷戒之法已经将他镇住 绝不可能正脱得了的 请诸位先到前线稳住局面吧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干脆冒掉风险 先把玄蛇杀了 慢着 宫廷侍卫掌五瓶颈听令 立刻率宫廷侍卫队 赶往西要塞前线 是 可恶 玲玲啊 就知道你没死 越掌越水灵了啊 这么久不见 有没有想哥哥 你白师就是可恶 白阵都全面封锁了 你竟然还是又找到不进来 放开 再敢捏我 就把你手剁了 别 好了 办正事要紧 你知道镇上的血库在哪吗 这里就是那个血库吗 没错 这里就是松城地界内最大的血库 定期向各大驿站要塞 收送血迹 每年与妖魔对抗的伤者数字不尽 但治愈系法师数量稀少 猎人们往往需要常备血迹 所以血迹供应商都负得流油 这里面可少不了猪虫 冷清之前查到什么了 姐姐查到这里有一批问题血迹 白状封锁之后 户运输也变缓了 所以那批问题血迹 肯定还有部分在血库里 问题血迹和这次一病有关吗 想知道就进去查查看呗 血库工作证 哪弄来的 我做的 小小年纪不学好啊 什么不学好 今天这不就是来伸张正义了吗 是血迹 咱们拿一瓶走 查查集中成分 前线大量人员受伤 急需血迹 这里既然有存货 为什么不能带我们运走 已经告诉过你了 那几箱不是血迹 我们会尽快筹集到血迹 送去西药塞的 你以为我瞎呀 连血迹都认不出来吗 你私藏血迹 莫非是打算偷偷倒卖 明明就是血迹 为什么要撒谎 白魔鹰战士紧急 这个时候还敢冒险 私藏血迹 应该不是为了贩卖吗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们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 行什么不可见人的事 今天 我非得把这几箱血迹运走 看你们敢拿我鸣阔同位如何 混蛋 这些不是血迹吗 这个 卫法师们在浴血奋战 竟然在后面私藏血迹 我要不是没时间跟你耗 被拔了你的皮不渴 运走 是 这些血迹属于魔法协会 不能上次拿走啊 请若我先通知王毅监制 王毅 怎么办 血迹都被拿走了 那就根据西药赛 我想应该不止我们 急着找回这批血迹 喂 冷清师姐 你知道王毅吗 他是魔法协会的人 怎么了 查到什么了吗 暂时还没有 但真相应该越来越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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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開啟四葉統治 光落慢仗 來 木凡 別看了 快找薛姬 好 咱們分頭找 嗯 火子 跑了 哼 跑不了 啊 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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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灵爪艺术 正是白魔鹰最钟爱的美食 这两件事竟然是有关系的 白魔鹰嗅到灵爪艺术的血腥味 误把感染的病人当作猎物 所以才会清朝出动 袭击成事 一切都清楚了 灵力 你太棒了 等一下 既然真相已经查明 那就快把罗绵给抓起来吧 要扳倒一个审判会议员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更何况我们手上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 他就是幕后主使 现在最紧要的是把玄蛇救出来 既然病人已经查明 那祝蒙就没有理由斩杀玄蛇 离天审判长和冷清姐姐已经赶来洗药赛 他们去解释 祝蒙应该会信的 祝蒙实在稳固 如果找到解药的话 就更有说服力了 猴子 你说的鹰红草应该去哪里找 在 白魔鹰又杀回来了 黎天审判长 白魔鹰大举攻进 我们急着备战 你把大家召集过来要做什么 在座诸位有没有想过 一向平静的白魔鹰 为什么这次不顾一切的袭击城市 你是知道了些什么吗 我的部下冷清 已经通过几名年少有为的法师了解到 瘟病真正的来源 是一种白魔鹰爱吃的毒鼠 而非玄蛇 贪婪的人拿毒鼠制造假血迹 才造成了这场瘟病 现在最要紧的是 是对抗白魔鹰 和瘟病有什么关系 等等 黎天审判长 您的意思难道是白魔鹰习城和瘟病有关 没错 这次白魔鹰倾巢而出 正是因为他们把使用了假血迹的人 误认成了美参 若是因为人祸而献出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 难道不要问罪吗 罗敏 你有事瞒着我 要追究 一定要追究 管理血迹的人是王毅 我亲自查办 军风四位 王毅死了 什么 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留下认罪叔叔 问题血迹都是他的计谋 如今扭下大火 只能以死谢罪 罗毅远 你觉得此事是不是太凑巧了 白魔鹰都瀕临城下了 你们还有心思内讧吗 弃居宝帅 对自己人都下多少 真是阴险怠惰 应该很快就能解释清楚 我马上得东山回宋城 豪子 您怎么打算 我 当然是加入战斗 抵抗白魔鹰 不 你是唯一能从根源解决这次危机的人 不除两个小时 白魔鹰群就会逼近西药塞防线 这一波的攻势远超前一次 恐怕我们这道防线坚持不了多久 得想想办法呀 总算还是有名势力的人呢 既然白魔鹰是因为瘟病而洗成 那么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找到解除瘟病的药剂 小子 你到底哪来的谁允许你缠合这些事啊 你说的当真 千真万确 虽说西岭是白魔鹰的老巢 但现在他们已经清朝出动 我们可以趁虚而入 你知道西岭有多远吗 而且谁说老巢里就一定没有留下看守的白魔鹰 这么可笑的计划 哪怕一整队的卫法师也未必能完成 你 我有办法 白魔鹰和天鹰属于同一个种类 按理说他们不会袭击对方 我们可以派一只天鹰潜入西岭 采集英红草 四位啊 您忘了吗 您已经下令处死了所有天鹰 呃 呃 是哦 哼 我有办法采集到英红草 你又是哪儿来的 胆敢再次胡闹 低等卫法师张晓侯报道 这名少年正是协助我们找到温病源头的人 且听他有什么话要说 西岭塞还有一只幸存的天鹰 当时是 是我违抗了命令放走的 这个违抗太及时了 可是 所有的天鹰当初都因为白魔鹰而失去了理智 你的这只万一也中途叛变了怎么办 我的天鹰血统混杂 不易受到白魔鹰的影响 而且我不是驯化它 它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它不会伤害我 而且正是张晓侯的天鹰发现了英红草 不妨让它们试试吧 好 就这么定了 张晓侯 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回英红草 是 保证完成任务 祝蒙议员 现在这整件事都清楚了 温病与玄蛇并没有关系 所以 还请尽快放掉玄蛇 好吧 我命人去解除雷锦之法大臣 唐温老师 唐温老师 莫凡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客气客气 寻蛇呢 怎么没见到 在湖底休养 不知道他靠自己能不能缓过来 雷界之法虽然解除了 但是 他的气息已经十分为数 玄蛇试了这么多血 你说 血迹对他有没有作用 当然有 可是现在 去哪儿弄这么大量的治疗血迹 那些导致温病的血迹反正也要销毁 干脆给玄蛇用呗 他不是百毒不侵吗 对呀 莫凡 你太聪明了 会 帮我引开他们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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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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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想不想 莉莉 我拿到银魂草了 莫凡 张小河成功了 那就好 回来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危险 全部集中到西奥塞去了 玄蛇不是说要褪皮吗 怎么没动静了 胃饱了血迹 身体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呀 能不能不咬每次都突然出现啊 快看 他这是要褪皮了吗 估计是吧 快看哪 伤疤也一起掉落了 大家伙终于能够顺利渡过褪皮机了 等猴子回来 这次危机就能彻底解除了 不好 怎么不动了 出什么事了吗 张小红 听得到我说话吗 他突然停下来了 可是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生物啊 是张小红不是吗 我是罗绵一员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英红草就交给我吧 撕造毒血迹 汗全城爆发瘟病的人 怎么突然星系苍生了 你也明白 这次的事即便有王毅替罪 我也可能地位不好 但如果拿到英红草的是我 那我就是英雄 到时候看谁敢动我 灵灵 灵灵 听得到吗 没想到你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子 竟找到了解除瘟病的关键 但可惜 挽救这次危机的人 只能是我罗绵 把空间手环交给我 高级暗影戏超级 你觉得自己是我的对手吗 把空气献给我 我还能饶你一命 喂 瘋盘 别挣扎 你跑不掉 瘋盘 看来你是不嫌活的 年轻人 尝尝被诅咒的滋味吧 能痛苦吗 虽然能听到外面的声音 但灵魂就像是深陷黑暗中 找不到出口是吗 想当英雄 你还太嫩了吧 赵小虎 回答 可未 不能再等了 万一那只君主机出现了 速成就完了 我们不仅要抵抗白魔鹰的轮番袭器 还要设法阻止那只君主机的魔鹰 只能亲自上了 天方刚刚来报 那只银色穷主已经来了 跟我走 是白魔鹰的统领 自找魔鹰 似乘摸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些畜生 看我怎么舒适你们 这 这是银色穷主 我 是的 还有什么生物 能够驾驭整整十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呢 决意死战吧 叶元 战狂这么紧急 我们是要去哪里啊 去西陵 救张小虎 他是为送城百姓去采药的 我们不能不管他的死活 还活着 莫凡 明令 张小虎还活着 快 带他进屋 是 是 红色的天鹰 不 是灰色 谢谢你 把张小虎带回来了 你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 最高贵的天鹰 神雷会永远铭记你的忠诚 天鹰会 神雷会永远铭记你的忠诚 为了私立制造出瘟病 要以为私欲残害他人 以我免 你也是罪大恶极 根本不配做人 既然这样 摩天玄蛇 大家伙 你想报仇吗 好 那我们就去把 新仇旧恨一并了结了 玲玲 你在这里 等我回来 嗯 什么图腾 什么守护神 你们早就该被埋进古国的荒沙里了 哎呀 我看你能怎么样 大家伙 教教他怎么做人 你要是敢杀我 就坐实了 他是对人类有威胁的存在 人类不会放过他 他的出阶队影竟然可以分化出这么多的虚仰 让你分化出多少虚仰 也都逃不过玄蛇的眼尖 四叶统治 是超级新功 怎么样 还没见过这么快完成的新功吧 他肯定还在附近 别让他跑了 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 狂咬精啊 是 是毒气 让你也感受一下 被毒折磨的痛苦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不 守护之盾 要吞就吞下这儿 仙境中的守护之盾吧 雷印 弩金 无法我一条生路 我向你保证莫凡 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你将被玄蛇的胃酸慢慢腐蚀 在这种折磨里好好反省自己的罪灭吧 莫凡 银红草的手环还在我的手上 如果你们杀了我 温兵就无法消除 大家伙 先别腐蚀他 银红草的手环是灰拿命换来的 张笑侯为了护送手环已身负重伤 我们必须拿到手环里的鹰猛草 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好 白魔鹰要袭击隔离区 怎么办 没错了 宋城可是你的利益 绝不能容忍别人在这里无作非为 大将 我们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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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爆裂 大将 快 趁现在 怎么 怎么回事啊 对啊 Jews au S 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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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护我们 征雅 那个古老的传说是真的 这条大蛇实在必有成事啊 是君主级的药物 魔城在那中 不过是出现了一只统领级的异苍狼 就已经血流成河了 这只银色穷主可是密室级别的妖兽啊 狂若万丈 这羽人完全就是一个防御风暴 再强大的高级魔法 也会被他打得烟消云散 看来能够穿透他羽毛盔甲的 就只有超阶魔法了 雷剑之马 有中之地 他这样持续攻击 我们根本就没有构建星宫的机会 怎么办 他的历日里云根本破不了啊 破不了也得破 他翻神了 赌王一元 好机会 这雷剑之法的威力 虽远不如禁锢玄蛇时的阵法 锁住你还是绰绰有余 他的拼命挣扎 不 他的召唤白魔鹰群 因为这些虾兵蟹将对付得了我吗 他不是叫白魔鹰群来战斗 可是为了快速解除封印 让他们白白送死 可恶 主蒙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快撤退 不 绝不得让他毁了城市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 是因为我们有情有义 有数 我便是战死 也要让你明白 侵犯人类是你这辈子都过最传的念头 天庭公开 提示长枪 城市 这下怕是守不住了 银色穷主 苍穷的主人是吗 今天就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里的主人 霹雳 红顶 大才华 我们冲过去 神蛇 我们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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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走 快点 快点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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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好可怕啊 大家伙 那是什么东西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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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f Wu Cody vi 快点 快点 一大 快点 老大你不用这么快吧 跟过山车一样干嘛 大家伙 你这眼儿光打得好霸道啊 那头玄蛇是在阻止入侵的妖魔 它是在保护我们吗 玄蛇竟然在保护人类 大家伙 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战斗吧 来 试试我的暗影戏 他们消失了 那是什么 苍天卑弈 好逆天的技能啊 大家伙 你快看 好多人在下面看着你呢 你要放了他 说到底这是人造成的灾难 他本无异于人类为敌 他要逃 根本不是玄蛇的对手 除了逃还能怎么样 神的境界 岂是我们能看透的 看来 是我错了 他们飞走了 是被打跑了吗 玄蛇 是玄蛇救了我们 我们错怪他了 他不是人类的威胁 他在守护城市 抓给玄蛇 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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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我们真错杀了玄蛇 如今必定是生灵涂炭 我险些害了这座城市 当初我会将他从我的 隐患战略门单中去掉的 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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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 看到了吗 他们是在为你欢呼啊 人类在感谢你 你是要招告天下的妖魔 这宋城被你承包了吧 大家伙 今后请继续庇佑这座 美丽如法的城市吧 莫姐姐你看 又是那个林婷玉 周淑明的狗腿子 哟 换跟班了 这个实力怎么样啊 别又像上次那个中看不重用的 被我们老大一招就给放倒了 更何况 这个连中看都算不上呢 娘娘枪 不对 他是在说我吗 喂 睁大你的眼睛 看清楚我这张脸 哪里不帅得一塌糊涂了 沐姐姐 大魔头 替你出头了 小子 最后赶紧松开你的爪子 不然待会儿 你就得哭着求智语系老师 给你把端手接上了 发生什么事了 龙婷玉 东方大哥 这小子太猖狂了 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领子 有些事儿习惯了就好 怎么断了 混蛋 灵婷玉 算了 竟然就这样走了 莫凡 你和东方明认识 没啥印象 可能交过手 我的手下败将那么多 哪气得撞 为什么要拦着我 我要教训那个臭小子 闭嘴 要收拾莫凡 还轮不到你 大半年不在学校 就这么没有存在感了吗 连阿猫阿狗都敢说要剁掉我的手 更过分的是 竟然说我丑 好 小院长 我来报到了 你哪个戏的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这么没规矩 莫凡 来 过来坐 你们就先回去吧 没事了吧 好着呢 就是大半年没见到小院长 还挺想念的 你的天生双戏 确实太特殊 这才被陆年盯上了 也怪我 没有保护好你 是我自己太张扬 不管怎么样 回来就好 对了 我叫你来是要嘉奖你 嘉奖 本来你在野外特训中 保护了其他同学 就应该受到奖励 但考虑到 你被恶魔反噬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会对你不利 审判会把情况 都跟我说了 年纪轻轻不简单哪 但你倒给我出了个难题 真不知道奖励什么好了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吧 院长 我想换戏 你把我转到火系去吧 那里人多热闹 这个 您怕我惹事 所以您打算反悔了 怎么可能 也好 那就暂时先转去火系 等时机成熟了 再将你推举到国府队 希望你到时候 能在世界学府大赛上 有杰出的表现 世界学府大赛 宋城审判会 将你推举为国府队的内定选手了 你不知道吗 唐岳老师果然疼我呀 好了 明天你就去火系报道吧 那可是个大系 千万别惹事生非 谢谢小营长 包老头 我回来了 你小子 死在外面更好 我晴天烈索好再找一个更能干不矿工的 别这样嘛 我还指望着在您这里多赚点生活费呢 来 包老头 我这儿有一些不错的楷模具材料 您陆组介绍一名厉害的铸造师呗 楷模具的锻造可不便宜啊 你以为我这几个月是白白浪费吗 我可是杀了一只五窍巨蜥 赚了不少呢 你就吹吧 算了 还是我给你一条生菜之道吧 这么多委托还没处理呢 全都交给你 让我来看看都是些什么惊天大案 啊 下水道抓血纹巨眼星鼠 帮助找回跑丢的驯兽 啊 这都是什么鬼啊 你是穷子接不开锅了吗 这种委托也接 这不是最近都没什么大案子吗 这样吧 只要你把这些处理掉 我立马帮你联络著造师 还是最顶尖的那种 我会去干这种杂活 简直犹如我强者的尊严 强者的尊严 你 呃 的尊严 孙岩 孙岩 在学校里没存在感 在列宿里干杂活 我莫凡怎么沦落到这步天地呀 就当作为明年的猎人争霸赛 刷数据嘛 包老头 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变卦啊 放心吧 铸造师已经联系好了 你明天就能去找他 不急 明天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办 这伙计也太棒了 咱们虎猿的测试排名 今天就要公布了 专希望自己排名 能比上个月靠前一点 获得更多资源 毕竟到了中阶 耗费的财力 真是一个无底洞啊 当然了 这个测试 目的不就是为了资源分配吗 但是也不用担心了 反正有人垫底 我听说啊 今天会来一个转戏声 估计是在别的戏待不下去 才来的吧 算他倒霉 转哪去不好 偏偏转来咱竞争 最激烈的火系 好香啊 喂 你谁啊 想接近我们丁女年吧 就以你这长相 还是别痴情妄想了 怎么连续两天 被人质疑长相啊 实在不可饶恕 是我先坐到这里的 怎么不说是你们这群女生 对我感兴趣啊 你最好识笑点 滚到后面去 这是我们姐妹做的地方 我要是不走呢 我黄心力 好歹也是火院火榜上 排行第三百名的人 收拾你这种无名小卒 那是绰绰有余 别逼我动手啊 行李 算了 火系还有这样 心性淡念的姑娘啊 哪个是莫凡 我 都快到学期末了 你转息过来做什么 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 游离不定的废物 你说这里不收废物 可我怎么感觉 这个学堂里废物倒是挺多的 还是说你教出来的 学员水平就这样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骂我们是废物 你凭什么这样说 走走走 现在我们必须比试比试 你敢骂 奇了怪了 我话都放到这个分上了 他还没转过讨半 都给我安静 很好 王王之徒我未融见得多了 但是还没有人敢在我火院里 说出这样的话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领 火院里每个学生的成绩 都列在火榜上了 从第一名到一千一百四十九名 郑家慧 站起来 他是整个火院的最后一名 东方列 这是火院排名第一 看懂了吗 莫凡 他与他之间 并没有悬殊的天赋背景 但却相隔着一千一百四十七名 学生的距离 实力哪怕是差之毫厘 也将失之千里 这个名单 是进行了无数次碰撞之后的 残酷结果 依仗的 已经不单单是实力 这就是火院的强大之处 既然你如此嚣张 那我给你个机会 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 列在第一百名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黄行李 那只大猩猩是不是气糊涂了 我还没测试呢 就给我这么高的排名 第一百名分配到的资源可不少啊 原来是个白痴啊 在火院排行越高 接受的挑战就越多 何况刚才你已经成了众矢之地 想痛别你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那岂不是 要在彻轮战中累死啊 我看啊 你还是赶紧离开火院 不 离开明珠学府吧 不然 真的会死得很惨 你好啊 我叫莫凡 交个朋友吧 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